其實朱立倫跟侯友宜被問到 要不要選總統的時候 兩個人態度有點不一樣 朱立倫很低調 低調的原因是因為 各式的民調做出來 朱立倫當然他氣勢沒有這麼好 但是他畢竟是當主席 侯友宜他的態度很清楚 因為剛剛選上新北市長 他等大家要拱 想要一個黃袍加深 最後侯友宜是 國民黨中最強的人 大家拱我 所以我最後不得不站 大概兩個人的方向 蠻明確的 可是我覺得比較有趣的事情是 我先講侯友宜 其實在11月的時候 侯友宜有出了一本書 但是因為當時大家在選舉 比較沒有注意 這本書叫大臣小國 觀眾朋友要聽清楚 大臣小國 很大的城市 很小的國家 這個名字 據我們內部的了解 其實當時時機很敏感 因為侯友宜正在選市場連任 所以出版社 其實是有問侯友宜說 你是不是確定一下 要叫大臣小國 會不會要被作文章 後來侯友宜辦公室是 確定說還是用這個名字 沒有擔心說小國 會被人家作文章說 要選2024 侯友宜後來他有解釋說 新北市四百萬人 本來就是一個大臣 也等於是一個小國家 等等等等 其實我的看法 他就是要選總統 為什麼 因為他要告訴大家說 我有治理新北市的能力 我也有治理中華民國 台灣這個國家的能力 可是回來剛剛講的 民調時機的情形 當然侯友宜他沒有拿到絕大多數的 百分之一百的國民黨人支持 只有六成多支持他 但是因為這一次11月的地方政府的選舉 選完之後 侯友宜確實氣勢有更起來 我給大家看這是第一個民調 這個民調是賴清德 侯友宜跟柯文哲 我們看他的變化 賴清德其實從6月份的4成1 其實是有微幅往下 到現在剩3成4 雖然還是第一名 那侯友宜的部分從 其實在6月份只有2成8 是往上走到3成3 那唯一一個大幅往下的 掉最多的 其實我剛才講的柯文哲的焦慮 你看柯文哲掉到只剩1成3 所以柯文哲如果你單從10月跟11月的差距 柯文哲掉的數字 其實大概就是等於侯友宜往上的數字 這是侯 賴跟柯的狀態 那如果是朱立倫 為什麼朱立倫只能低調 因為這份民調做出來的結果就是 如果是朱立倫選的話 賴清德一樣是第一 可是賴清德領先幅度變大 而且朱立倫從國民黨本來可以第二名 跟賴清德纏鬥 朱立倫變成最後一名 他只剩11% 柯文哲從剛剛對上賴清德的1成3 提高到2成3 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兩個人現在各自有自己要面對的事情 兩個要面對的事情就是 朱立倫還是手上有提名的機制 然後他可以決定提名辦法 他可以我想最極端的 當然國民黨可能還是應該要用全民調 可是後來朱立倫 朱立倫絕對不會用全民調 假設把心意橫 改成全部回到以前的黨員投票 他就贏了 然後侯友宜他當然還是背著 他剛剛選上新北市長 你的時間只要距離他就任12月25號 越短越近 何有以他正當性就越不足 可是最後我要補一個 其實是我們所有我認為支持 不一定是支持民進黨 就是所謂的台派或支持台灣本土的民眾 我們真的也是要擔心跟要小心2024的選舉 我們看就有這份民調 其實台灣民眾的統獨立場 其他我不多講 沒有很大的變化從今年1月到11月 可是我們看最旁邊這邊 就是支持兩岸統一的部分 兩岸統一的部分 居然現在有到快5% 那5%這是什麼意思 是回到2018年 民進黨大敗之後的數字 後來的狀況 他們都大概1%3% 可是居然支持兩岸統一來到5% 所以這也代表說 某種希望說兩岸可以統一的那個力量 雖然說還沒有到很多5% 可是他的力量是在往上的狀態 那也代表說2024年 其實這次的選舉 因為你選總統就不能再講說 這個地方選舉 國家的認同 國家的走向 那這個部分 也是侯友宜要面對的一個重點 這個是美麗島片指導做的是最新民調 他說目前從新北市跟台北市看起來 賴清德的支持度都略高於侯友宜 但有一個重點 民進黨現在全力支持賴清德 侯友宜只拿到國民黨6成的支持度 而且柯文哲會分裂泛藍 柯文哲只要拿到3%的選票 國民黨就有可能會輸 那現在柯文哲很努力再搶泛藍的票 對 沒有錯 那麼因為柯文哲剛剛大家講到 其實現在在泛藍選民 跟台派選民的心目中 全台灣如果你要指一個人 他的仇恨值是 他們這些支持者最痛恨的人 那當然非柯文哲莫屬 只要講到柯文哲 大家咬牙切實 我所有的支持台派的 還有泛藍的朋友 每次只要講到柯文哲 每個人那個反應非常的激烈 所以你就知道 那麼柯文哲想從綠營這邊 不管深綠 淺綠這些 想要再拿到票 那個可能性是為夫其為的 那麼如果柯文哲 那你問柯文哲2024年 會不會出來選總統 當然會出來 所以現在種種民調顯示 我還是相信比較正統的民調 還是顯示民進黨 還是以民進黨的 賴清德民調第一 至於郝友宜 那是一時的民調 所以有些網媒會說 郝友宜好像怎麼樣 我不相信一時的激情 為什麼 你要回到最基本的 相關的民調 那麼到底有多少人會支持他 比如說你民調做的方式 要做總統大選的民調 你就不能集中在新北還是雙北 你懂嗎 你全國各地都要 必須要這樣分散你的樣本數 才會公平 除此之外 你可以發現 柯文哲不管怎麼做 他不是兩成就是低於 這個大概只剩一成 你知道嗎 不是兩成就一成 侯友宜還跟最新的民調 侯友宜也不過是 至少還離賴清德只差差0.5 但是侯友宜真正的問題不在這兒 侯友宜真正的問題是在哪裡 雖然明年過完年以後的 國民黨的黨內互打免費 為什麼呢 這三場選舉很重要 嘉義補選 然後中山區立委補選 跟南投立委補選 我跟你說 這三場補選 如果國民黨又贏了 我問你 如果你是國民黨黨主席 朱立人 你不出來 那誰出來啊 對不對 我大勝耶 天啊 我什麼都贏啊 我不出來怎麼可以 你說他民調朱立人比較差 民調還是比較差 好嗎 那這樣好了 那我們就用一個公平的機制 什麼機制 初選 初選要來登記 那你侯友宜 要不要自己主動來登記 那初選之外 沒有人規定 中華國民黨的總統初選 是用全民調的 誰規定的 沒有這個規定 為了公平起見 為了尊重黨員 一半一半 一半民調 一半這個黨員投票 我跟你說 你只要 朱立人只要用這種方式 侯友宜就出選 為什麼 侯友宜 在很多深藍者的心目中 那麼一直懷疑 他是不是藍皮綠骨啊 你可以發現侯友宜 所謂的侯家軍 在黨內初選 在最深藍的心電 就GG了 即便年輕人加權 還是GG 深藍對他一直有意見 韓本也不會投他 我記得 前幾天 不是包括黃金平也說嗎 包括很多 大家都說 大家對這個是有疑義的 所以 如果韓本也不支持你 深藍也不支持你 那你黨員投票的時候 你怎麼脫穎而出啊 所以侯友宜 為什麼只有62% 大概六成左右的國民黨的人 會投給他 這才是他自己最大的一個問題啊 當然侯友宜的立場會想說 那我就來拿這個潛綠啊 我就來拿這個 這個等於說中間選民 為什麼 因為侯友宜之所以會有高民調的原因 是因為 他一直跟國民黨保持距離 甚至於唱反調 去年四項公投的核四公投 不就這樣嗎 所以國民黨裡面很多人 對他有意見了 我要是朱立倫 我就採取最公平的方式 對朱立倫最公平 就是一半民調 一半黨員投票 我就成功把你侯友宜給卡死了 好